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中国人说 理多人不怪 什么叫理多呢 就是礼貌 理到位了 人就不怪你 你体的要求很大 很多 人家也乐意答应你 但如果你的礼貌不到位 的话呢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要求 人家都不太愿意搭理你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个礼貌的礼啊 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很重要 来而不往非礼也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来往 讲究一个礼字呢 因为礼是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而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被尊重的需求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 人有不同层面的需求 被尊重的需求 是人性需要的一个高层次的需求 满足了他高层次被尊重的需求 他当然愿意原谅你 愿意答应你的要求了 你比如说 在酒宴上 我们有先干为净 这个学理啊 一定要明白背后的道理 这样才能够内化成为习惯 为什么先干是为净呢 因为在酒宴上的 可能要喝酒住性 那我不胜酒力怎么办呢 对方也会说 他也不胜酒力 那我就先干为净 为了给你住性 我就率先锤饭 先干为净 这就是为什么先干是表达尊敬的一种表示 明白了这背后的道理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内化成为习惯 在比如说两个人碰杯的时候 一个人的杯啊 根据他的身份 可能要比对方的杯子呢 要稍微低一些 这也是表达对对方的尊敬 如果对方是学文化 礼仪这一块的 他很明白这一些的道理 如果你表达出来对他的尊重 表达出这些礼的尊重 他就会感到很舒服 交往就会顺畅很多 礼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 而能够真正的学到礼 这个礼现在适合不适合 可不可以存废的问题 我们学习明白了背后的道理 这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慢慢的内化成为习惯 礼到位了 跟人之间交流就比较顺畅 那有些人说如果我生病了 或者我的身体不适合喝酒 难道就没有礼了吗 我们可以做一番的解释和说明 做一番的解释和说明 也是一种礼啊 有些人说我何必解释说明呢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为所欲为 这不好 为所欲为就不是礼了 我为了尊重它 我解释一番解释到位了 这就是另外一种礼 补足了前面先干为净 跟大家喝酒助兴的那种礼 所以礼处处可见 礼可多了 学到了礼 礼到位了 礼多人不怪 祝福你 人际关系会更好 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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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